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剧先生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首先呢 先说一下就是最近最轰动时尚圈的 Gucci和Baleseaga的联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这一次Gucci的联名 是时尚圈的一次进步呢? 还是奢侈品卖logo最后的疯狂呢? 先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呢 整场秀我都非常喜欢 Gucci经过短暂的修整后 又一次站到了时尚的头牌位置 现在可以看看我3月份的视频啊 一些人喜欢去讽刺现在的Gucci 说什么业细大跌 可是我要说的是 真的没有必要跑 也没有必要扁 它始终代表了那一个风格的存在 我还是相信 AXANDRO是一个有足够才华的设计师 开云集团也应该是一个有足够耐心的公司 所以先别急着站队啊 我们拭目以待 那为什么这是一场好秀呢? 首先啊 毫无疑问 它获得了空前的流量 这也意味着Gucci在商业上 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联名这个事情呢 这几年好像从来没有断过 从奢侈品到快时唱 但好像都是那种高低配 除了广州白云PG城 好像从来没有人能够想过 奢侈品之间竟然也可以合作 可Gucci竟然就让它实现了 我们不讨论它 还能讨论谁呢? 二 设计风格紧扣时代 疫情当下 所有人包括奢侈品的准消费人群 大家都穿了太长时间的卫衣和T恤 现在人们迫切需要的呀 恰恰就是这种嘉年华一样的欢乐感 就是想得到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Gucci的设计呢 是那种好像我们可以踮踮脚 就能够得到的华丽感 三 服装设计更好地融入到了 后现代艺术范畴 一般认为啊 当代艺术是以极简主义结束的 极简主义之后呢 被称为后现代艺术 所以其实现在仍然占据 大半市场的极简主义设计啊 是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的产物 好了 Gucci的事情先说到这里 我会把它放在8月秋冬风格笔记的第一章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再从搭配的角度具体分析 现在说这个事情啊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其实往往在热度最高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到这件事情的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情绪 二 到目前为止 我发现大家在购物的时候 似乎仍然有一些困扰 我到底该不该买这个品牌 如果您购物的时候 也有这个困扰的话请扣一 这个事情呢到目前为止 算是尘埃落定 我站在我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呢 这件事情大概率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诬陷 像WWD这种时尚界权威媒体呢 在报道我们的抵抗行为时 用的仍然是民主主义 这个词呢 不能算是一个中性词 直到现在 国外的主流媒体的看法 依然是没有变化的 二 我们到底是否还要继续抵抗 我先给大家看一篇中国政府网的报道 国家总理李克强3月28日访问了奈克阿迪的原料工厂 中石化与巴斯夫合资的羊巴公司 而H&M事件的爆发是在3月24日 这其实已经释放了一个信号 就是纺织业这项全球经济 特别对于中国来说 是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状态 其涉及的上下游企业覆盖面太广 如果处理不当 商道的会更多 都是我们自己人的利益 以我个人的观察建议时 对于央媒没有点名和跟踪报道的企业 说明了他们与国内的相关利益会结合的更加紧密 这些品牌呢想买就买吧 因为其实我们支持的是中国产业 对于某些央媒重点报道的公司 比如H&M 说明其相关利益是可以被忽略掉的 那我们就把不满放在他身上就好了 不过呢我再次希望大家把道德这件事情 放在约束自己就好了 谁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著名的设计师Erebor 于4月25日去世 她是为数不多 我不是因为颜值而喜欢这样的欠材设计师 我在Heidi Sleeman那一期讲过 Heidi是被YSL清点的男装线的设计师 那么被YSL清点的女装线设计师呢 就是Erebor 我们都应该明白啊 在当时那个男权社会 唯一需要看女人脸色的就是时尚产业 女装设计师的地位 基本上就是这个品牌的大房奶奶 其他什么呢顶多算个欠 不过可惜的呢 是由于Gucci对于YSL的收购 Tom Ford空降YSL 所以Erebor跟Heidi一起离开了 2001年的时候呢 台湾媒体大亨王孝兰 从欧莱雅的手中购买到了老万 Erebor马上打电话 熬随自建 这个几进破产的品牌 在Erebor的手上重放光辉 我自己呢 也非常喜欢Erebor时期的老万 她手下的老万是给女人设计的 简单高级流畅优雅 也难怪那么多女星在走红毯的时候都爱她 有一种人呢是有些才华 但恨不得能得瑟到天上去 而Erebor属于那种天才但不自知的人 甚至有一些低到尘埃里的自卑 后来王孝兰辞退她的时候啊 她几个月在巴黎下雨的时候 还是会难过的边走边哭 再看看Heidi每次都是主动辞职 辞完职就去玩摄影追星 一点都不担心工作的问题 Erebor甚至说 如果她有Tom Ford那样的外貌 她的职业生涯肯定会更加的顺畅 今年1月呢 就当Erebor宣布正式回归的时候 却在4月25日传来噩耗 她在59岁的时候死于新冠 所以明天和死亡到底哪个会先来呢 最后呢说件严肃的事儿 因此著名打假账号Deck Brother被起诉了 听到这里是不是有点懵 2018年10月21日 Doch Kavana被爆出辱华事件 原定当日在上海举办的时装秀被临时取消 天猫京东四铺等电商平台也全线下架Doch Kavana 两日后Doch Kavana的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 就发布辱华事件发表致歉声明 迪丽热巴等一众明星也纷纷和Doch Kavana划清界限 就在今年Doch Kavana将成都IFS店关情的同时 他们将当初曝光他们的Deck Prada 以诽谤罪告上了法庭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Deck Prada 这个独立公司呢和Prada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只是因为两位创办人刘东尼和林塞·斯凯勒 都非常热爱Prada 于是就起了这个名字 这个意思账号啊 只发布时尚圈的抄袭行为 时尚界的几次重大抄袭都是被他们爆出来的 官方账号基本上也都是这个花光 Full Time时尚法学院的创始人Susan 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并称这是令人发指的 一个知名公司怎么可以在公开道歉后 转过身就明目张胆的反咬一口呢 我其实对现在所谓的政治正确 始终保持一个比较疏离的状态 但这次的Doch Kavana确实是过分了 即使我们认为它之前是由于突然带来的经济损失 照顾了脑袋短路 那么这次起诉行为呢 就是一次经过他们理智思考过后的行为 无论是文化背景的差异还是口不择言 整个华人圈都用自己的行动很明确的告诉了你 你现在的行为已经严重的伤害到了我的情感 那么三年后的这次起诉行为 更像是对三年前那次道歉的彻底否定 Doch Kavana创立了一个GoFundMe的页面 用来支付法律费用 截止到发稿已经获得了这个数字的资助 而他们的目标呢是两万六千元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不再需要继续捐助了 但我还是把链接放在了下面 毕竟多多益善 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内容呢 请点赞评论告诉我 下周呢我将为大家带来千元T恤与百元T恤到底差在哪儿 如果你感兴趣也请关注我 我是你们的早鱼先生 我们下周见 拜拜